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你们好 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 十年来我很多谢各位热心的听众支持这个节目 我决定神秘之夜开始收月费 这个决定主要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收很多月费 而是最重要是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的听众 他们博尽勉力交月费时 令到整个平台交月费的听众数目增加 除此之外 我多谢大家这十年来 都给予神秘之夜一个很大的鼓励 以及给予我们很多意见 令到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更多灵感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节目的质素 多谢大家 我們要很積極地看什麼叫活著 什麼叫生活 Are you alive? 你是不是一個有生 你是不是活著 因為我覺得香港這個社會 所謂商業大都會 個個真的是一個機器 會呼吸 會常常睡覺 但是沒有什麼思想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那個空間 私生的空間都被 蠶食 它沒有要求 我為什麼會覺得就活著 因為我真的很恐怖 有時候覺得很不安 為什麼有些人的生活 尤其是人的生活 是沒有活的意義在那裡的 純粹賺錢 賺錢 工作 娛樂 你哪裏來啊 死了會去哪裏啊 沒有那麼多層次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你會作為什麼呢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會思考 只是賺錢 賺錢不是目標來的 不是目的來的 只是一個工具來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目的 你想做什麼 人生你想達到什麼 或者你究竟做人為什麼 那我就說 李醫生你都應該有 有沒有刺激你去想 你提回我最近 好像不久之前 我聽到一個小朋友跟我說 他說 我不是不喜歡做那些功課 我不是怕做那些功課 但是我做了一下 我問究竟派這份功課給一個人 他知不知道做來為什麼 這個小朋友有智慧 他沒有跟我說過你做這份是做什麼的 是啊 做什麼呢 其實上學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每一個小朋友都會問 他會問這個有智慧 不過問題就是父母不懂得問 父母都不會去問你 叫小朋友上學為什麼 為了好成績 為了入大學 通常都是這些 那個不是目的來的 那個過程都是一個工具來的 真的不是一個目的來的 不可以叫做目的的 那個好處結果來代替了那個目的 很快已經阻礙了那件事 沒錯 但是那個對話會覺得 那個小朋友其實他 他還沒說得出那個分別 但是他覺得那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當然了 當然了 他想要他就不會問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是覺得 你最喜歡 你最想怎樣 勤勵一些讀書 哄媽媽開心 老師又開心 考得好成績的話 每個人都要疼我 那這個是不是目的 這些乖巧的小朋友 但是當然這個當然不是答案 是 不過問題就是 最糟糕就是 現在這個社會和環境 甚至乎父母 都不鼓勵他們去想 如果問了第一個 你三秒之內想不到一個答案 你就不想再想下去 沒錯 那怎麼辦呢 想一個沒有很多答案 其實答案很痛苦 這個就是智慧和聰明的分別 你經常說 我們最喜歡想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有挑戰性 如果過到那份 第一份 第一下的那下是焦慮的話 是 焦慮 焦慮 不知道怎麼辦 我問了一個我答不到的答案 那會怎樣呢 究竟會不會更加發惡夢份 再靠 還要被大人罵呢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亂問 讀書你就讀書 很恐怖 而一般的話 都會可能覺得 我答給你做什麼 實際上的事 答完之後 又不會理會做快了 做識了 就像TCA那樣 扭來扭去 你轉來轉去 都還沒有合理地說 為何要考這些無謂事 搞到小孩這麼淒涼 現在小孩讀書那個 我們很明白 小孩而已 大人會想的 但大人才不會想呢 我們眼見的現象 我真是覺得 香港是一個很畸形的 令我們很窒息的社會 就是因為人的問題 而我覺得那一刻 談這個題目 往往就是 那個思考模式就是 好像那個小孩在做份卷 但是突然間 他跳出做份卷 加份卷之外 他問到一個問題 我們每天上班 每天吃東西 我們每天 問到一個問題這麼多 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我們做那件事 你會在想 我怎樣做好這份卷 我怎樣去準時去到這件事 但是 退後一格問背後那個問題 為什麼 我們未必會天天 曬完牙都會問的 這些 是啊 但是不要忘記 有這個問題 沒錯 我想大人更加重要 因為習慣了那種routine regular的人生 一步一步 全部是program好的 不用用的路 我發覺現在的人生活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生活 是不用用的路 基本上吃東西 就去餐廳 也不用想著做給他們吃 不用想著 上班 那就跟回規章去做 總之不要錯 就沒事了 不要做錯 所以更加不敢亂想 怕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或者用了那個 好像已經設定了program的模式 有些什麼執行了 意入猶耳出寫 有東西就抄 搞定 這樣好不好 今天就做了這麼多sombie 喪屍 加上這麼多 所以去到上次說 去到某一個位 當原來我突然無法 fit in 那個社會的時候 就出現那個撞牆的感覺 是啊 很嚴重 為什麼我經常很強烈的感覺到 香港人不太用過腦 用腦子只是賺錢那些 我講一講一講 做好份訣 好企 上學讀書 你跳出來想一個問題這麼多 為什麼 而這個跳出框框想東西 那樣東西 就近來另一個事例 嗯 是啊 地鐵事件 哇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驚訝 你以為是開玩笑 你以為是一個都市傳說 我以為是一個創作故事 創作故事 創作故事 四月我就網上看到 是 當時就說 有個站應該是彩虹 因為電纜問題 今天停了 那些人在裏面已經被焗了很久了 車廂已經被黑了 是啊 焗到人們喊救命 所以才強行 那邊這麼難得衝出 洗鬼門彎 是啊 然後越台門兩邊的人 就等著人們衝出去 還在排隊 不是很規矩的 走在兩邊 經常都在那些廣播 留在中間被人出 在兩邊排好隊 準備上車 還有人在排隊上車 那些人對著一個關燈 焗了一個小時的車 跟著排隊上一個 不會開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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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人上車 我都覺得很驚訝 是開玩笑 我都以為是開玩笑 但是這個傳得這麼厲害 如果是開玩笑的話 我想馬上有人澄清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在那裡 不過就算當作是創作故事也好 都市傳說可以 我都不奇怪 但那個畫面正正好像描述了 我們每天生活 一直都習慣了 站在越台後還是向前 因為那裡是死車 是呀 死車 死車是會開的 背後那個假設在運作中 地鐵這麼有規律 日復一日 我可以進去 他一定會開車的 這一刻不開車 我下一刻他都會開車的 等了 停了這麼久就開了 都是投資 他第一個進去 他覺得自己贏了 贏了起跑線 他覺得很幸運 他衝了上去 慣性的模式 驅使我們 最合理的估算就是走去 上一手他受不了 他就出來 買了這麼多場 大衣服一定是少的 這是什麼 這個也是trigger 我覺得很需要 大家認真去想 你會不會代入這樣的死局 死局 死局來的 沒得活的這些人 那一下好像平時 我們過去兩集說 平時日常生活的假設 是有些事情不同了 停了電了 撞了牆了 是不走的了 大家是不是要看一看 發生什麼事呢 都不想 都不是了 為什麼都不思考那一刻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退一步 那個小朋友不是懶的小朋友 大家在那裡寫 在那裡做 在那裡追捐的時候 他就停一停 退一步 發生什麼事 我做什麼呢 我們在那裡搞什麼呢 是啊 現在最慘的 在香港這個環境 無論是小孩子也好 在成年的世界也好 這個 跳出來問問題那個人 被人當傻佬 被人當你是壞分子 搞事分子 其實經過雨傘革命 經過初一年的街頭革命 街頭暴動 那個暴亂 我覺得其實 我都曾經以為 哈哈 香港人醒了 醒覺了 有人懂得想 有人在那裡懷疑 對這個政權有不滿的話 是要行動 但是很快就 就倒下了 有得醒也好是不醒的 這個位置是活著那麼辛苦 不如回到生存的模式 那個是生存的模式 不是生活 我之前也說了 生存是有不同的生活的 你只是存在 你只是呼吸 甚至你曾經去談 說植物的例子 植物那個生存的意志 是遠遠比人類強的 我覺得 因為最沒有可能會見到 有野草生存的地方 是的 你惡惡的環境 那些草 那些樹都可以生到 是的 很厲害的 我很喜歡看植物的 所以 我欣賞了一棵植物 由於很艱難的環境 好像我的家 例如那些坑渠邊 泥也不多 那些辣位竟然會生出一棵東西 越生越壯 越生越壯 然後它都跟著 一路的生存著 坑渠地吃了下去 我覺得很驚訝的 植物都有這個本能 向有水的地方去生根 向陽光去進發 而它不會向黑暗的地方走下去 沒錯 人就會 奇怪的 香港人也是 發覺這條走不通 反抗不行了 那我們就順運了 我們找不到一個 我們覺得是 開明的領導 找個 衰衰的 真相華 竟然有這麼多人支持 我覺得這也是 那些人不是去 是走正面 投機 投機 是很危險的 不過當然 這個社會就是鼓勵 這樣的模式 這種生存 其實它沒有個人的意志 看個環境 看個環境 這個有機會 這個有機會 就買進去 身邊有很多朋友 或者 都有一些 很多人評論 香港人很喜歡PR 很喜歡公關 嗯 即是那一刻就是 包裝 又是 袁峰不動坐在這裏 有人換屆換人 有人用口響 換人換債倒營 這樣 是啊 是啊 多包裝多漂亮啊 就可以了 就繼續了 是啊 她說她的campaign很成功 什麼啊 很成功 那她失敗 我覺得是荒謬的 我覺得 即使是如此 能夠堅持 這個反叛 錯反的心 就是說 不去 順從這個所謂領導人 或者是什麼 要你乖乖的 不要說那麽多 不要問 這個mode 即是等於你說 我在地鐵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都死了 黑了 裡面的人 哇 見鬼的 好恐慧的 竟然會走進去 其實香港的辦法不是一樣 明知那個制度裏面 那麽黑暗 那麽差 可能會在最差的制度 拿到一杯羹呢 最著數 當然 拿著數就會 但是她真的以為 改變了 沒有 在制度裏面去改變制度 是嗎 即這些東西 你見得多 尤其是泛民議 那種墮落 你會更加覺得 這些就不是香港仔的心態 這件事 我覺得 這幫人不是活著 他們只是生存 他們只是適應環境 那些水 那些污漏 他就變臭一些 他覺得很舒服 我們就看不過眼了 尤其是我們是 從柔文出來 陳文的分圖 將來我有時間 我會和你 在各司身上學到的東西 真是很重要 即是我們那種堅持 無論受到多少打壓 因為我相信 正義在哪裏 光明在哪裏 而不是那些人 將黑暗都變成光明 去追求 是幾恐怖 暗一點而已 也不是完全黑 這也是 是不是一個很荒謬的說法 由中國投入去 對 香港人不斷在中國投入去 一些陷阱 一些圈套裏面 還自得其樂 可以忍耐一下 你忍耐一下 一陣子 但是到了 突然間 開然而發覺 原來竟然是 不辭調之後 突然出來的那個 價值的真空 很難受的 我不向認定的能力 為什麼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堅持的人 就會 有時候看那幫人 轉去來轉去 色付出人 他不會失落 反而他會將自己的本性慢慢摸 摸 摸 摸到適合那種污衛的地方 去生存 我們下一次回來 我們要講講怎樣去活著 因為活著這個題目是很重要的 是要很積極地活著 , 很辣地活著, 很辣地活著 , 很辣地活著 , 很辣地活著 感谢观看